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就请达人来推荐他们心目当中 口袋当中到底有哪些观光列车必搭的 我们今天用铁路来制霸九州 邀请到的专家来宾 首先第一位就是我们的自身导游小胖哥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旅游导人欣宜 大家好 再是旅游导人加小飞 大家好 还有自身导游Kipoさん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带各位到九州来搭火车 只是一开始我要先问一下欣宜 你也算是在日本念书念那么久 樱花妹 日本那么大 火车也不少 为什么到九州的火车特别有呢 好 首先九州宿有日本铁道王国之称 铁道服务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九州这个地方 它就有20种的观光列车在这边行驶 然后这20种不同的路线 不同的风格 然后里面的整个的造型也都不一样 所以光是这20种连接了九州这七大线 你就可以能慢慢去做 慢慢去体验 所以就是一个铁道迷的天堂 所以如果不含J或者撕铁 九州光是这种观光火车就有20几条 厉害了 所以你搭着火车就可以玩遍整个九州 所以电视前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我们就用了铁路来制霸九州 所以达人分别推荐了不同的路线 今天不只要推荐这些路线 还要教大家 你怎么买票才会便宜哦 我们就先看到 我们干脆从福岗出发 欣宜要带我们去的 直接福岗玩到了大分 搭的就是观816 对 就是这一台观816 光是名字 你看他刚刚志杰一讲到就是非常的漂亮 对 那重点是 这一台你们一定都没搭过 为什么 你听都没听过 因为它是2024年4月才刚刚开启的这一条列车 还没满周岁 对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新的 那这个观816它一天只有1位 只有单一方向 只有单一方向 好 那怎么样做呢 如果你是从观8就是从礼拜一 然后礼拜三 然后礼拜六 观8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博多一路 来到游布月 然后到别府 那你要从别府回来 要怎么办呢 它的时间是在礼拜二 礼拜五 礼拜天 然后你就会坐我们的一路火车 从别府再一路回到我们的博多 所以它的路线是这样子的安排 去回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对 去回的时间是不一样 然后礼拜四是它的公休日 所以在安排行程上面 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那接下来讲到它的这个列车 大家可以看到 外表就非常漂亮 对 整个有黑色的 然后用那个金色的线条去勾勒它的边边 怎么有火车长这样 对 是不是 就是真的很像是金瓶火车的感觉 天菜 走到里面之后那更不一样 它每一节的车厢感觉都不一样 第一节车厢走进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在别府这边最有名是什么 火山 温泉 所以它第一节车厢就是呼应了这个别府 所以整个是一个红色的色系 然后就让人家感觉到也很温暖 然后又呼应这种地形的感觉 然后走到了第二节车厢 完全又不一样了 怎么样 仿佛来到了游不愿 因为第二节车厢它走的就是一个 很长很长的一条山木的坝台 然后坝台的前面就是一大片的落地窗 然后前面自然美景就像一闪而过有没有 所以你就觉得不是在火车的感觉 我就是在一个大自然的森林当中 然后来到第三节车厢又不一样了 又怎么样 它是走一个蓝绿风格路线 我觉得第三节车厢很适合三五好友一起搭 因为它就是有一些个式 有两人的个式 四人的个式 包箱那种感觉 对 一种包箱的感觉 但是这里有包箱不稀奇 因为很多车都有包箱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一台列车上它有榻榻米的包箱 火车上的榻榻米 对 火车上的榻榻米的包箱 就是非常适合家庭 非常的舒服 那除了这个包箱 眉睫都会有特色之外 它的餐食也很厉害 它就是结合了他们当地的这些食材 然后每一天它的餐点都不一样 做成像这样非常日式的豪华的便搭 精致 对 非常精致 那像这样子的票价要多少钱呢 好 如果你是做一般的位子的话 是一万五千日币 日币 现在除以大概四千块左右 对 差不多 那如果你是要做到就是榻榻米包箱的话 就大概是在一万九千日币左右 所以这样搭下来其实价格不算便宜 台币大概三到五千块左右了 对 不过这么浪漫的移动 简直就是火车界天花板的感觉 有这概念 对 不过我感觉这条路线好像有个学长 也很厉害 当然咯 这一台油布院之神 它的路线其实跟刚刚那一台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预算 没关系 我们可以搭这台 这台油布院之神已经是非常久 它现在已经从一世 已经到现在已经出现到三世了 第三代就对了 对 已经到第三代的火车 而且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九州搭的观光列车 就是油布院之神 老资格的 它真的是老字号了啦 那它天天都有吗 因为刚刚那一班的话 它是有分时间 那这一班的话呢 天天都有 天天开 没问题的 但是它的那个位置也是一位难求 它有自由席 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多 所以建议大家买了JR PASS以后 赶快先去化位 它可以用JR PASS来搭 它可以用JR PASS来搭 我们不用另外花钱 然后油布院之神 其实你看它的那个外观 它整个就是翡翠绿 也很漂亮 它其实停在月台上 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显眼 但是因为它经由 它的那个开的那个路线 就是会穿过整个森林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整个融入九州的一个美景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车厢里面 全部都是像这样子 它呼应它的外观是一种翡翠绿的一个座椅 融布座椅 然后搭配整个木质的一个环境 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天哪好惊艳 我感觉我已经现在在油布院里面了 开始玩了 对已经开始玩了 而且你它虽然车程是两个小时 但是你会觉得我好忙喔 为什么呢 你真的没办法睡觉欸 那忙什么 我告诉你 它里面呢就是你如果带小孩来的话 它会提供你那个车长帽 还有那个小制服 小小cosplay一下 小朋友就可以穿戴着那个帽子 然后穿着那个制服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铁路牌 然后就是上面有今天的日期 你就可以在那里拍照 拍照打卡 对对对对可以拍照打卡 然后呢 它第一节车厢就是有卖很多 就是周边商品 像那个油布院之森的那个火车 对然后还有周边的 伴手礼 伴手礼 然后还有你一定要买的 就是Beatspeak的那个蛋糕卷 我跟你讲 在火车上就可以买蛋糕卷 可以买这个蛋糕卷 可以买这个蛋糕卷 这个蛋糕卷在那个汤汁平街道 我跟你讲排到一个爆调 但是你在火车上就可以买 对 那个真的超级好吃 而且呢 你看它其实它不是每一节车厢 都是像这样子的二二车位 它有一节车厢是景观车厢 对 它就是会有一大片的那个景观窗 然后有那个像吧台一样的那种感觉 你就可以直接坐在 大家都可以去吗 大家都可以去 景观车窗 然后它就是你坐在那边 然后你就可以欣赏 那个所有的九州的美景 在你眼前这样子 咻咻咻的那种感觉 对 上面吃的咧 上面吃的咧 我跟你讲 它的那个便当啊 它的便当基本上 这个是要先预约的 因为它是北九州的米其林一星 名店监制的 很米其林的咧 对 米其林一星的 这个其实蛮厉害的 跟刚刚呢 杏仪推荐的列车呢 特色是不一样的 时间短一些些 但是呢是经典的 价格相对便宜 可以用Ji-PASS 只是如果我们到了游步院 要开始玩了 那游步院玩什么咧 游步院可以玩的可多的了 对 你从游步院车站呢 走到它的必逛的地方 叫做汤汁坪街道 那这个汤汁坪街道呢 大概有五十间的商店 五十间的商店 有包含什么呢 有手工艺品店 是 然后有那个伴手礼店 然后当然也有美食啊 咖啡厅啊 你逛一逛 你一定会闻到 怎么边走去觉得好像有一股香气 路上有一间叫做金赏可力饼 那一间也是必吃的 它里面是加入那种芋头 然后跟牛角肉 和牛的哦 哇 我那上次去的时候 我就是在它一开店 我就赶快先去排队 也是要排队 因为那间要排队 是 我就在旁边等它炸好了 然后放上来 我用两个 对 然后当场吃下去的时候 那个肉汁就这样爆出来 哦 超级无敌好吃 汤汁这边大概要留多久时间啊 我自己个人觉得 至少三个小时左右 那我们这样赶火车来得及吗 赶火车一定来得及啦 你吃快一点 火车两个小时就到了 这边留三个小时给它 因为还有丰厚牛的那个腐饭 那个也是必吃 然后走走走走逛 逛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会走到金陵湖 金陵湖真的是必去的地方 秋天来的时候呢 旁边全部都是红叶 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早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整个起雾哦 就像走在仙境里面一样的美 我觉得金陵湖也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非常的漂亮 而且因为它就是那个太阳照射下来 你就会感觉好像有 像榆林一样闪闪发光 bling bling的 对所以它才会名字叫做金陵湖 这个地方是必去的 所以这厉害了 我们直接呢从福岡玩到了大芬 两条不同路线推荐给大家 到了大芬怎么玩也一并告诉您了 对 而且这个火车很厉害 它终点站是最厉害的温泉山 游补月 别府 别府 别府的部分想问一下小方哥 要找一间好饭店就是精华 推荐我们可以住哪里 刚才欣宜跟小飞都介绍往森林上面走 那既然来到别府 当然不要忘到别府的海边 往海边走 往海边走 因为有山游水嘛 是 来介绍这一家 叫做Gahama Gahama 这家饭店很特别就是它占地有3500坪 很大 总共只有31间房间而已 那每个房间不就都超大 每个房间超大 甚至有一二楼 每个房间都有露天的风雨 自己房间就有 你人数大小姐会发现 你的房间越大 客厅越大 我跟你讲 还有的房间是 它直接你躺下去 就可以面对大海 直接看海 对 直接看海 甚至你早上起来 可以到它的旁边 海边去走一走 好 尤其它的餐厅更特别 它有分法式的料理 和式的料理 但是它还有午餐 午餐 可以喝两杯的 对 咖啡不用钱 在你喝 三不五十 但是它的餐厅 会手做一些所谓的小甜点 就放在那边 那你会发现 那个进去 这个叫饭店吗 真的不叫饭店 有点像 度假村的模式 进去你不想出来 这就想做 那钱多少钱 一个晚上 靠海边的奢侈度假村 豪华度假村 一个晚上 一万一千多块 盘餐用光了 价格算高一点点 但是你犒赏自己一下 其实算是一间品质很好的一个饭店 只是刚刚我们一路从福岡来到了别府 我们刚介绍了两条不同的火车 这个欣宜介绍这个 可能要另外买票 不能用Jiapars 但是嘉小飞介绍就可以用Jiapars 那我就要问一下Keebo厂了 那一再提到Jiapars 它到底分哪几种 我们该怎么选 其实那个Jiapars 如果说九州来讲的话 它分作三种 三种 一种是全九州 然后一个是北九州 一个是南九州 那全九州的话 就是全九州的所有Jiapars 都可以搭 那北九州的话 它就是从长期 它有分 就是雄本以北 那当然就是左赫 然后到大芬 这个就是北九州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等一下讲费用 就南九州的部分 是从雄本以南 到鹿尔岛 宫崎以南 OK 那当然我是觉得说 如果既然已经到九州了 对 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说 你可以买一个全九州的 干脆全九州买起来 对 比较保险 那全九州的部分 它的票 它的价钱是22500日币 台币大概要4000块左右 对 小朋友就是半价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北九州的部分 它就是1万5 但是如果南九州 它只有卖三天的 三天 三天的话就1万块 所以如果说你的飞机 如果是搭到雄本的 你想玩南九州 只要三天的 你可能就1万块 但我觉得综合起来 你如果说全九州的部分 第一个比较方便是因为 你随时可以改变计划 对 然后你定点玩 所以我觉得这个券在手上 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这九州的这家PASS 主要分三种 既然我们今天要制霸九州 干脆全九州的这家PASS 就给它买下来了好不好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从福岡 然后搭这个列车 到了这个别府了 那接下来下一条路线 我们来看到 接下来我们从哪里玩呢 干脆我们就直接 可以从宫崎 然后一直往南边到南乡 加小福要推荐的这条是 海性三性路线 这个照片看起来像餐厅 这是火车吗 当然是火车 我们刚刚的那个观光列 全部都是疗愈系的森林 我接下来带你去看 最美的太平洋海景 太平洋 这条海性三性 我跟你讲 它也是超级无敌抢手的 那一台列车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两节 只有两节车下 位置就很少了 位置只有51个 OK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抢手 然后它的路线呢 是从宫崎一直开到南乡 南乡 对 它中间会停几个站 对 那这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买区间车的 如果你买不到 从宫崎一直到南乡的话 你也可以是买区段 区间车一段一段买 对 如果你想要感受一下 这台列车的话 那这台列车呢 它是只有五六日 还有国定假日 它才有行驶 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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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真的很难抢 可遇不可求 对 可遇不可求 而且啊 它这台的设计师啊 叫做水护钢瑞之 是 所以它希望它像是一个 在森林 在那个太平洋海景 以及森林里面 行驶的一个玩具火车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那个 它的火车的外观 很不一样 一般火车就是 叫金属 金属 冷冰冰的感觉 但是它没有 它连外观都是用那个 就是日南市产的 叫做玉肥山 一种木材 然后你走进去以后 它里面一样也都是 整个全部都是用它那个 山木来制作 所以你走进去 就会闻到那个山木的清香 对 然后你进去之后呢 它会有听到那个 海信山信 这台列车的主题曲 还有主题曲 还有主题曲 然后因为海信山信呢 你真的就是从城市景观 慢慢往前行驶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转换成 一边是山景 一边是太平洋的美景 一个名字又呼应了 对 又呼应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 哇天哪 怎么这边也好漂亮 那边也好漂亮 我到底要看哪边 真的非常的美丽 是 而且呢 它在车上也有卖一些就是 像是公崎的芒果汽水 对 然后如果你想要小酌一杯 配那个便当的话 对 它也有卖山性海性的烧酌 哦 真的是 人生一大享受 看美景吃美食 然后喝美酒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步列车 什么都好 就是时间不好 因为太短了 你96分要做的事情 好多事情 很忙啊 又要拍照 又要听他解说 又要吃便当 转眼间就告战了 对 对 非常忙 很幸运啊 如果你搭得到的话 真的 抢手 只是想问一下Kibboさん 这附近的行程的话 周边有景点吗 其实它景点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它是属于区间车 对 它这里面中间有几个点 我觉得值得打卡 像比方说青岛 青岛的话 你知道吗 它是青岛站 下去之后 青岛神社 他所参拜的是三信宴 跟那个算是风玉姬 他们还有一个叫做炎筒神大神 他们供奉他们 其实全日本如果要祈求婚姻 要安产 然后交通平安 这个是因为也是跟 葡萄太郎有关系的故事里面 他们就会祈求平安的一个神社 到这边来拿个御守 然后祈求个平安 非常棒 但是因为青岛这个地方 除了它那个岛是这样突出去的半岛 是 它的另外往北一点点 它其实那个海滩是比较少人去的 那个是绿溪龟 溪溪地 可以看到绿溪龟就对了 甚至你可以散步过去 散步过去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看到它 但是大家都是傍晚 清晨比较多 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蛮特别的 所以我还蛮建议如果在青岛站下车 你其实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 那一个叫做淤肥城 淤肥城 淤肥城 淤肥城它基本上是大概16世纪 大概280年前 伊东家族他们在统治这一块的地方 五室在住的地方 那这里它都是老街 就好像我们齐富仙的高山市 高山正屋那个感觉 那这边一下去之后 你就基本上我们那个地方叫秘境是因为 比较少人去 那它又有老街可以逛 老街又可以逛 然后它有一些成锅 我觉得非常棒 那当然这两个地方是在这个线上 我觉得蛮值得去不要说打卡 去慢火的地方 所以用这一台PASS 刚刚讲小飞这一条路线 对 我觉得非常棒 好所以我们买了这一台PASS之后 我们就每一站都给它上下 悠悠闲闲慢慢玩 既然宫崎这么好玩 那加小飞你推荐的 那就同样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找个地方住 有推荐的住宿吗 我带你去入住宫崎最高的饭店 每一个房间都可以看到太平洋的 直接坐有太平洋最高点的饭店 到底哪一间 休息一下 搭火车上完九州 刚刚呢 加小飞说要让我们入住宫崎太平洋海边 最美的海景饭店 到底是哪一间呢 来 我要来介绍这间 真的很厉害 好 这一间呢 其实它从宫崎车站呢 你如果是自驾的话 大概开车20分钟左右就会到 然后呢 或者是搭进行车也是OK的 那它的地方呢 你不要觉得它比较远一点 因为它就是因为远 所以它可以在海景第一排 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地理位置 这一栋就是饭店 你有没有看到 前面全部都搭的喔 哇 你看它这个看出去 对 附地很大 会大到怎样呢 它有自己的高尔夫球场 喔 还可以打高尔夫 对 还有高尔夫球场 然后还有户外室内的游泳池 健身房 儿童细水池 网球场 哇 真的是大型度假村 然后呢这个饭店呢 总共有700间的房间 日式房型你想要的榜榜有 你想要西式的房型 你想要一般的房型也是都有 对 所以就任君选择 然后呢我自己是个人 比较喜欢住这种西式的房型 因为那个油骨不好 对 那个榜榜起过来 对 然后它的床呢 非常的就是软意适中 你就是躺下去 你就不小心就睡着 然后呢早上呢 我建议大家 千万不要把窗帘拉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早上可以看着日出 然后傍晚你可以看着日落 太阳把你叫醒 对 多美啊 对不对 你就是躺在每一个房间 重点是它700个房间 每一个房间都有海景 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然后呢它的早餐也很厉害 很丰盛 它的早餐非常的丰盛 你想要吃的那种九州在地的食材 明太子吃到饱 我跟你讲 我超喜欢去九州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通常饭店 大部分的饭店 不是每一间 都会有明太子 让你吃到饱 你就是光那个明太子 你就可以吃三碗白饭 很可怕 谢谢香香 对对对 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 如果你都已经来到宫崎了 拜托你就是预算给它直接花下去 预算 会很高吗 会很贵吗 你讲得好像很贵 对不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好 一个晚上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 来介绍一下房价 这一间饭店 面对太平洋一个晚上 诶 有没有很便宜 390 390 其实很ok 真的很ok 它这间真的算是CP值很高 哎呦 所以这宫崎高CP值的饭店 就推荐给大家了 那接下来呢 要搭哪一列特色的观光火车呢 电视墙持续来看到 我们来到了南九州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着keyboard上的脚步 要带我们呢 从鹿尔岛中央 直接来到了紫树 到底搭的是什么观光火车呢 要搭的是指数之玉手箱啊 哇 这一列火车就有名了 这个其实这一台车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白的 是 那这个玉手箱呢 基本上它是真的非常有名 那除了有名是 因为只有两节车厢 两节 两节 跟刚刚那个一样 跟刚那个很像喔 那这个pass也可以去预约 这样pass可以 可以预约 但是因为它的那个行 它的那个车次 一天只有三班 只有三班 那9点56一班 然后再来就11点56 再来就是1点56 那这三班呢 大概它的所有它的行程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那因为我也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像这一节车厢 其实如果是9点56那一班 你到车站不要太晚到 怎么说 它进站的时候啊 开门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类似像干冰的那个烟跑出来 开门的时候一试 因为它是葡萄太郎 它就是刚好以前的一个传说中的故事嘛 那当然它到就是 救了乌龟 乌龟带来到海龙宫之后 他就给它一个箱子 就是御手箱 就一打开就会冒烟 然后马上变有没有 黑白 头发变黑白 所以它这个车子啊 就一边是白一边是黑 那白色这边是靠海 靠海的是白色 那黑色那边是靠山 这样分 对所以你要预约 像这个车子 它一节车箱只有26个位置 是 位置好少 那我建议就是先 直接用网站上去预约 而且能够画位是尽量画在A A是靠海的 那因为你提早到车站之后啊 除了拍这个车箱以外 那它有 因为它近站啊 它一开门 它不是喷那个 干壁 干壁那种烟嘛 对 那重点来了 你提早 如果有提早到 门一开啊 你先进去 因为里面有几个 必抢的一些 抢手的东西 抢什么 它的那个乳酪 第一个抢乳酪 乳酪因为第一个 被抢光的几率最高 OK 然后对 那第二个就是便当 便当也要抢 这个御手箱便当 它日币1600 但它因为它是限量 所以不管你饿不饿 先去找那个推车再说 先买再说 先买再说 然后它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之后啊 你就有在A的那个方向 就是靠海的方向 可以看到什么 井江湾它是一个海嘛 它可以看到阴岛火山 火山就出现了 阴岛火山就出现了 大井就来了 对 然后如果你运气好 还看到它喷发 喷发 喷发 因为它的喷发几率很高 对 人家说 那个怎么可能没事就喷发 它就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在喷发 真的 所以你就把握那个机会 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 你就往海边那个方向看 哇 这个火车有种 开往海底龙宫的感觉 有耶 只是我们都已经来到鹿鹅島了 这周边 我问一下Sindy 这边可以怎么玩呢 这里有必买 必炮 还有必拍 三道必给大家来 首先呢 这个必逛的是什么呢 就是来到的中央车站 那中央车站呢 基本上就是九州的 新干线它的底站 就是来到中央车站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是很爱逛街的人 来到这里要小心啰 因为当你BB卡出去的那一刻 必马苏骨 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对 就是这个呢 shopping mall 那这里头呢 它是一个七层楼的一个shopping mall 所以呢 有什么应有尽有啊 日本品牌必买的什么无印良品啊 什么Uniculo啊 还有呢 ABC Mart 就是大家去到那边一定买的这边都有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再来就是一个必炮 就是来到了止速车站 大家都知道止速最有名 就是它的温泉啊 鲨鱼啊 但是 不用跑很老远 你也是一出车站 立马苏骨 不过会有一个这个呢 免费的足塘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像小凉亭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一个木直调 你就可以坐在那边 大家知道呢 来到日本最辛苦的就是 你的双脚啊 因为日本就是要走很多的路 所以呢 你就可以来到这边 好好的解放一下你的双脚 然后呢泡一个足塘 然后它的足塘前面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雕像 请不想一下那个艺术品 然后跟朋友们聊聊天 然后休息一下 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个是无料免费的 所以呢一定要来泡一下 好 再来呢就是必拍 必拍呢就是在这个西大山站 这里最有名的 除了它有很多的立牌 可以拍之外呢 它现在这边最有名的一个 叫做黄色油桶 以前台湾不是有那个 弯腰一定要拍 对 来到这边你要去找 那个黄色油桶 然后它附近呢 你可以买一张明信片 然后呢写给未来的自己 或者是呢寄给你呢 心爱的人 然后呢写上明信片贴上那个油票之后 你可以投进那个黄色油桶 那这个黄色油桶呢 其实也就是一种 代表传递着幸福的意思 一定要找到它来必拍照 哎呦 所以来到了指数呢 那必做的三件事都告诉大家了 哪厉害 虽然刚刚有逛街 然后你有泡了竹汤 可是指数最有名的就是鲨鱼啊 那叫我问一下小晃哥 你今天算是订房组的 来到这里一定要鲨鱼泡一下 推荐哪一间呢 介绍一家 在卡卡古西嘛 就鹿鹅島里面 是 最有名最有名白犬饭店之一 白雪 白雪館 白雪館 这家饭店很特别说 第一个 它有温泉 是 有海景 有骨鸡 还有博物馆 这么多 对 而且它是唯一在指数 对 有室内鲨鱼的 的饭店 埋在沙里 不用晒太阳这个加坤 对 尤其它饭店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像 那个5G啊 博物馆 尤其在那个沙尔博物馆 你进去饭店的时候就发觉 真的 当时 当时的那时候日本的转变 从明治维新那时候转变 这个地方都被保了下来 所以突然在饭店里就发觉 至少知识都来了 资料也要多少钱 来来来 看这个 预防针的感觉 一拨二十 一拨二十 还有 所以如果来到了指数啊 这里呢 必住的饭店 直接推荐给大家 就在这里呢 最具指标性的啦 好 只是呢 今天我们是用铁路来制霸九州 那接下来 小胖哥就换你推荐的 冲冲冲冲冲冲 接下来要带王去搭哪一条厉害的火车咧 带你去搭成五星级的海线列车 哦 哦 五金的哦 五金的黄金五星级到底是哪一条 休息一下 搭火车玩九州啦 刚刚小胖哥呢 说要带我们搭这五星级的黄金列车哦 到底哪一条来电视墙呢 那我们就带各位来看到呢 小胖哥要带我们的是 从长崎搭到五熊温泉 这台白色列车到底是什么 双新4047啊 对 那其实这一单火车哦 跟你讲台币一千块五朝 哈 一千块台币就可以搭 而且哦 这么美哦 它分早上跟下午 是 它从长崎到五熊 五熊的回到长崎 是 可以绕一圈 可是走路线又不一样 它不是沿路去沿路回 它是绕那个地方绕一圈 那我会建议说你们走下午 走下午线哦 我跟你讲 什么叫黄金列车 是 夕阳夕下整个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阳光扫在海面上 载到你那个火车里面又发觉 天啊 而且你看火车里面的窗网 是 很美耶 真的 有点像回到大正时期 有没有 昭和时期那种方式 这怎么会是火车 它到底就是火车 这叫沟店呢 对 那很多人都喜欢说 这样子的话方式会不会 太假没了 但是我跟你讲 买没了 为什么买没了 在台便当很好吃 所以你是为了铁路便当去的 一个便当日币要2800块 相当于米其林等级的便当 台并5600 另外一个4070它的便当 就比较便宜 1000多块钱 我跟你发觉说 这样一天下来火车之旅 还不错耶 厉害的火车啊 所以也可以看到 早上去下午回路线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长崎要搭到五熊温泉 下午才出发对不对 对 那如果是早上的话 来问一下这个嘉小飞 早上我们在长崎这边先玩一下 可以玩什么勒 长崎可以玩的景点很多 然后大部分都是可以搭路面电车就可以到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直接一日券就给他买下去 对 大人只要600块 小朋友半价 然后呢 我们第一站呢 就可以直接先带你到稻佐三公寓 这个稻佐三公寓 这个稻佐三公寓 这个制高点是一定要搭缆车上去的 而且它的那个山顶的那个景观台啊 看出去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它是可以把整个北九州湾的景色全部保揽 然后而且对视野很好之外 你可以看到云仙 看到天草地区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五岛烈岛 整个景色是非常的开阔 然后呢 其实它的白天 你搭练那个缆车大概15到20分钟一般嘛 因为其实你白天就是半日游嘛 我觉得它的缆车的运行时间是还蛮OK的 蛮密集的 蛮密集的 然后呢 下来你从那个公园呢 看完漂亮的景色下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吃美食啦 这个我最喜欢了 对 这个新地中华街呢 它这边总共会有四个门 然后就会有玄武朱雀 对对对 就是连青龙白虎 你都可以找得到 你感觉来这里你会觉得很熟悉 那整条路呢 一条整个周华街逛起来 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熟悉又亲切 有卖旗袍的 听到很多国语 对 有卖旗袍的 有卖功夫装的 然后还有卖双结棍的 全部都有 然后呢 沿路也是非常多的美食 什么炒面啦 烧麦啦 挂包啦 然后另外呢 长崎必买的一个东西叫做 福沙屋 长崎蛋糕 对对很好名 你福沙屋其实你在各大机场 你都那个 就是机场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告诉你本店 就是在长崎 是 对而且它那边会卖一些 比较限定的那种小盒的 那个长崎蛋糕 一定要去 如果你有到长崎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本店朝胜一下 因为它那个蛋糕 它其实是不加蜂蜜的 它就是只有蛋跟红砂糖 然后最特别就是底下吃起来 它底下会有一颗一颗的那种小砂糖 所以你吃起来就会烤烤烤烤的 超级好吃 发觉跟着嘉小菲玩很厉害 不然景点跟你说 吃也吃不停 他买要买什么他也马上告诉你 好不好 所以如果长崎半天 你也很无影的 景点逛完了 吃完了 吃饱了 搭火车了 从长崎总算下午出发 搭到了五熊温泉 那接下来就要问Kipo上 我都来到了五熊温泉 对 温泉箱一定要找个饭店住一住 有推荐的吗 其实我推荐这个玉树 是什么意思 天皇 指定会去住的一个很厉害的竹林亭 它其实就在那个玉船山 那个乐园的里面 乐园里面 其实玉船山它里面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大 它有15万坪 15万坪 多大呢 就是大到你可能真的逛不完 那天皇为什么要来住这里 基本上它的环境非常优雅 它里面只有11个房间 好少 11个房间 每一间大概都是58平方米以上 好大 很大 真的非常棒 然后它的一花一草一木 通通都是精心设计 然后每个庭园 其实你知道吗 它每个房间 它有独立的浴池 对 然后不但有灯光设计以外 每个格局都不一样 它还有看那个所谓的 像左庆荣又白虎那种格局 真的很特殊 很讲究 非常讲究 那它离五熊之战又近 再来重点是 你知道那种 刚刚玉船山这个乐园 其实不输像栗林公园那种 你知道那个增山增井 那看起来就是赏心悦目 那一般外面要排队进去 要进去看花的话不用 它直接就有一条小径 可以接到这个玉船山 它的乐园里面 住房的就直接进去 对 还有它用的餐 它基本上 它就用金料理去诠释 金料理 金是京都的料理 那但是你知道 它京都料理的方式 来烹调以外 但是它都是用当地的食材 所以这家饭店不但厉害 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住一个晚上看看 如果能住到天皇住的那一间 那我觉得那个不但是地气 借地气以外 超旺 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是超旺 羽神共舞 对 那它的费用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 来来 天皇吃到晚上 多少千 16000 但是是一泊20 它是一泊20 然后它的餐就是早餐 也会送到房间来 晚餐也是 所以整个 你说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上 五熊这个地方的温泉也非常是占的 所以它是属于碳酸氫钠的泉 那你根本住进去之后 就完全不用外出到别的地方去 好 所以来到了五熊温泉呢 就入住这天皇住过的饭店了 真的 变王子公主了 看了这么多台这种天菜火车 难怪大家都说要去九州铁道之旅 对 那我们这样子玩下来呢 最后一块拼图 来问一下Cindy 最后一块拼图 如果我们要去熊本的话 你推荐可以搭哪一台咧 这一个呢非常的厉害 刚刚我们讲到铁道 都有特别讲到说这个餐厅啊 在这个铁道里面对不对 我跟你讲 遜 啊 怎么了 第一个 在餐厅放在铁道里的 始祖就是它 哎呦 始祖移动餐车啊 对 肥煞城铁道观光列车 大家可以看到呢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车上面 直接就写两个字什么 食堂 对 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景观餐厅 好强喔 非常的厉害 那它呢就是移动在什么地方呢 熊本呢 然后呢一直来到了这个鹿尔岛 这一个区间当中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的这个外表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这种水蓝色的感觉 那为什么会设计水蓝色呢 因为呢这里的景色最厉害的就是 它会看到一片大海 而且呢大海不是最厉害的 在夏季的时候呢 你坐的时候 你会看到非常漂亮的 夕阳西夏的美景 所以呢这个夕阳西夏呢 是直接 沉到海里吗 对它会直接 而且你会一路上 因为你的时间很长 所以你会慢慢的看到这个太阳 慢慢慢慢慢慢 缓缓的 然后停在中间 然后染红了整片的海洋 之后再沉到海里面去 非常的浪漫 真的 所以呢人家都说景观餐厅 这才是真正的景观餐厅 还会移动 对 而且还会移动 看到不同的风景 那它呢一样是有两节车厢 那第一节车厢呢 设计的感觉呢 就真的是好像来到了餐厅 好像来到了饭店的这个酒吧的感觉 它是有设计一个吧台 然后有一般的座位 然后你坐下去之后呢 你就直接面向的大片的落地窗 看那个美景 然后边吃饭 那另外一节车厢呢 走的是比较轻松chill的路线 就是有沙发区啊 然后有个拉帘啊 可以让你就是关起来呢 Longy bar的感觉 对对对 好好的在里面就是享受一下 那为什么呢 它这个号称是食堂 对不对 刚刚我们讲到的一般那些列车餐厅 你都是吃什么便当啊 9公格 12公格 哎呦 那个就很好了 那个已经很好了 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一道一道上的套餐 哎呦 胃上的一套式的 对 是胃上的 它是直接就是从前菜 然后到主餐 然后到炊饭 然后到最后甜点 你就觉得哇 这个体验真的好特别喔 平常是在餐厅才有的 但是你现在呢 是在这个列车上头 然后看着非常漂亮美景 那当然呢 随着你选的这个餐点的时间 不一样 它的价钱当然也不一样 有差别啊 对 午餐的话呢 是在一万八千日币 台币大概四千块左右 对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享受那个 边看夕阳西夏 然后又吃这个send menu的话 价钱就直接来到了 两万五千日币 就来到六七千台币了 但是真的是别的地方 没有的体验嘛 只有这里才有 但你如果觉得 刚刚这个价钱听起来 都有点贵對不對 那其实它现在呢 有慢慢的转型 它有推出呢 一日的 一日游的这样子一个pass 那这个价钱就非常便宜了 大概台币只要快四百块 但是可能就没有吃了啦 对 不可能吃 但是你还是可以上来 就是体验一下 而且呢 它现在呢 还把它的触角 升到了台湾铁路 怎么说 它就是还跟台铁合作 所以呢 你有些列车 你坐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 后面的这个枕筋 除了它们自己的logo之外 旁边有VS 台湾铁路的台铁的这个合作 所以就是你上去的时候 也会觉得 蛮亲切的 很有感觉 这样推荐给大家 移动的食堂 这有点厉害 太可爱了 虽然价格刚听起来高一点 但是我们就吃给它后悔 不要后悔没吃了好不好 都已经去了 都订到车票了 只是呢 搭了这一班呢 移动的食堂一路呢 来到了熊本 当然要找地方过夜 对啦 那我就问一下佳小飞了 那熊本的部分 也有厉害的饭店吗 当然有啊 我直接带你们住在车站楼上 而且车站购物完以后 就可以直接拿上楼 顶楼还可以看到整个阿苏山的美景 哎呦 根本就是为了一间购物而入住的饭店 到底是哪里呢 休息一下 搭火车玩九州 刚刚呢佳小飞说 直接要带我们入住 为了购物而生的超方便饭店 好 我要介绍的这间饭店 真的超级好买 不是 也超级好做 好 我跟你讲 它这间饭店呢 它其实就在熊本火车站的楼上 是 它就是跟那个阿苏Plaza 这间百货公司共购 共购 对 所以其实你出了熊本火车站之后呢 右转 上楼 就到饭店了 对 而且我告诉你它的地理位置有多好 因为熊本车站呢 它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伴手礼店 然后土产店 然后又有药妆店 然后也有超市 然后这间饭店的对面 还有一间Big Camera 你想要买电器也有 所以它这间的地理位置真的是Bird Bomb Bird Bomb 对 然后呢 它的这间呢 它的那个什么 就是我刚刚跟你讲 它楼上的九楼是有一个展望台的 对 它这个展望台呢 其实你如果非房客 你也是可以上楼 也是可以直接上去 对 所以傍晚其实是有很多人 就会到那个九楼的那个展望台这边 是看一下夕阳的夜景啊 然后或者是白天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整个阿苏火山群山的一个美景 非常的疗愈 而且因为它这间还蛮新的 所以整个房间里的那个配备都非常的 对 都质感很好 然后呢 最棒的是什么呢 它这间饭店还有一个大浴场 对 它有大浴场 光街都有直接泡汤啦 你在市中心欸 你在市中心有这种有大浴场的饭店真的不多很少 而且尤其又是在那个车站的楼上 非常的加分 你这样一整天这样子逛下来 你的脚就是需要获得一个休息 而且它的大浴场也是很舒服 然后也有弄一些造景啊 然后你在泡汤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些景色 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疗愈 然后呢 我一定要讲一下 这一间的那个早餐也很厉害 早餐怎么样 对 它的早餐其实它的选择没有特别多 是 对 但是它会融入九州的一些在地食材 最特别是什么 它有一个马肉咖喱 你说一早吃马肉 对 对 通常大家来熊本就会吃马肉刺身 然后马肉料理 然后这边是马肉咖喱 所以马肉咖喱是一定要吃的 然后另外呢 它还有阿酥牛奶 我告诉你 阿酥牛奶真的很好喝 你知道你喝到饱好吗 然后你自己咖啡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制作成阿酥咖啡牛奶 所以我觉得它的早餐也很不错 好那重点是呢 地点那么新 位置那么好 对 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 一个晚上 太不错了 我觉得还OK 因为它的地点真的太无敌了 因为它这边其实它的饭店后面 它前面就是巴士总站 然后它的后面走路三分钟 你就可以到那个租车公司 你就可以直接去租车然后玩熊本 我觉得它的地点是非常OK 然后饭店又新重点 你如果考量到它的地点啊 然后又新 然后它又有大浴场 五千多块给各位做参考 还蛮值得参考的 好所以呢 今天我们介绍了那么多条 这个九州的观光火车啊 一段一段的都很好玩 但是每一段之间 如果你要把它接起来 你可能要转车 或者你要再搭新干线 才能把它连起来 那问题就来了 那有点麻烦 我这个人就是讨厌麻烦 我喜欢简单 简单 小胖哥简单一点啊 有没有呢 九州来一条铁路 直接就可以自罢整个全九州了 当然有了 哪一条 36加3 36加3 好 为什么叫36加3 到底是36加3什么意思 它是全世界 九州是第36个最大的岛屿 是 好 加上这个3呢 后面是3什么 感动 惊奇 幸福 好 36加3等于多少 39 日语的39怎么讲 不会 3Q 3Q 谢谢你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部分 这个火车很特别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它分了它一天 一个礼拜 行驶五天 五天 好 从 它有分五行的路线 是 青色 绿色 黑色 金色 红色 走完刚好 到整个九州 这样一圈回来 刚好一圈啊 对 这个里面这个火车很特别 你看到它 整个 我们搭不起九州七星 咱们就搭这个 好 我跟你讲 绝对够本 不会输给九州七星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走一个 黑色系的路线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logo 36加3 是一个空轻的感觉 但是不是轻轻轻轻滚 是有点带有复古 很怀旧的那种 暗暗内寒光的感觉 走进去列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没有它的车厢 超级无敌漂亮 除了有原木的色系之外 它所有的不管是椅垫 或者是地毯 或者是窗帘布 都是采用那种花鞘 然后但是呢 是很怀旧的这种花布色系的感觉 就很漂亮 那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是买JR铁路周游券的话 你呢 只能搭第五节跟第六节车厢 有限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前面第一节 第二节跟第三节车厢 走的都是这个包厢路线 所以你就是要特地去预定它 才有办法做 那那个包厢做起来 我跟你讲真的超有feu的 很像回到那种日治时代 但是被洋人统治的那种 洋人街的感觉 你知道吗 有点日式风味 有点西式风味 混搭的感觉这样 那它在第三节车厢的时候 还有一个吧台 这个吧台不得了了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酒精 然后呢对 你就在这边点个sake 或者点一杯红酒 这样靠着吧台 然后看着那个美景 超级有feu 真的很像回到那个 你是那种日式贵族 然后搭那种很高级火车的 滑粉就要拿出来 对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再来第四车厢呢 也很厉害 它是一个交易厅的概念 那其实呢 例如说像我们带小孩 在第三节车厢喝个烂醉这样 但是还要怎么办呢 就把它送到第四节车厢 因为第四节车厢 它偶尔呢 就会开始举办一些 什么DIY的活动啊 就会有一些工作人员 带着他们啊 就是去玩这样 那刚刚讲到说呢 JR周游卷只能做 第五跟第六节 你可能想说 那这样感觉就是 比不上前面对不对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列车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每一节车厢呢 它的座位的等级都是 商务仓等级的 即便你是拿这个周游的卷 去做第五节 第六节 它进去的时候 它有放一个小鞋子在旁边 它是要你脱鞋进去的 所以你就知道它是很尊荣的 即便你是拿这个周游卷进去 然后椅子呢也非常的宽敞 然后重点是呢 它的前面的这个椅背啊 设计的很棒 有杯架啊 两个小袋子啊 充电器啊 然后那又很舒服 所以就算你不是坐在包厢 你还是可以感受到 非常尊荣的感觉 只是重点就来了 那我要问一下这Keyboard上 是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列车 那到底我应该去哪里订票 然后我化位要注意哪些地方 应该说这些特色列车 基本上应该要先上九州 OZEA鐵道的官网 然后呢 我们再选择要搭乘的日期 是 然后也要加入他们的会员 会员 那会员完之后呢 那选择座位 对 完了之后可以在线上结账 直接线上结账 直接结账 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是 那当然我觉得如果说 你现在就是到日本去 要现场化位的话 因为你如果说搭两趟以上 我是建议就用Pass 就买JRPass JRPass JRPass JRPass去运作 那如果你当天如果到日本去 你到那个绿色窗口 日本 那JR站呢 其实不是 其实每一家都有 是 但是如果你用个人去买的话 当然就是现场化 对 那现场化的话就是 记得就是你要化座位 是 然后去用的位置 你要靠窗 我建议到日本去 就真的要靠窗 一定要有靠窗的位置 是 那当然你可以现场刷卡或现金 对 那当然如果说你现在目前呢 就是有先预先预约的 是 预约的那可能我们就出示一些证明 然后在那边就直接 对 QR Code就可以去跟他索取他的票 对 那当然这些特色列车 它的自由席比较少 OK 所以我建议都要提早化位 最好提早 当天也 当天也比较避免 就是因为如果你去现场去买的话 通常 因为现在都是旺季 是 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 就刚刚之前的顺序 先化好位置 是 日期也确定就OK 只是可能事先化位要一点手续费 手续费 手续费的话 大人的话大概1000块日币 1000 但是我觉得你先化好之后 是 比较安心 对 比较保障 对 像JR的Pass 你不要觉得说 你买到那个券之后 你到那边再化位 其实都太慢了 是 我建议就是要出发前 我建议如果真的可以 就一个月前 提早一个月 提早一个月 太热门了 对 你所有的位置 包括刚刚讲的预手箱好了 对 那个你如果真的没有在一个月前订的话 根本就订不到那个好的位置 对 所以建议各位 就是如果说 你要做两次以上的话 这个铁道的话 我建议就是买JR的Pass 如果你觉得只有搭单趟 那可能就要先考量说 要用什么方式来购买